小云拿出来的这份协议签定一群年三月份 当时因为婆媳关系非常紧张 为了缓个矛盾 黄女士六个子女在当地民调委员会的见证之下 签署了这份赡养协议 可是不曾想 协议刚刚执行了两三个月 黄女士就以这个房子原本是她建的为由 非要搬回来居住 并单方面宣布协议无效 既然签订了协议 那么黄女士为什么没有按照协议执行呢 这中间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原因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又找到了签订协议的另外一方 当时也就是黄女士的大儿子 黄女士说 她之所以频繁打破协议不在老大家居住 而是要回老二家居住 是因为她觉得老二家的房子是她和老伴建的 而且他们为老二家也付出了很多 可能是想到自己在二儿子身上付出的心血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也可能是想到今后自己生活的问题 黄女士越想越伤心 几乎晕厥过去 调解团队经过近半个小时的疏导 黄女士这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见母亲的情绪逐渐缓和下来 黄女士的大儿子也在一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黄女士的大儿子说 母亲的脾气确实不好 事件也因此和他们发生过矛盾 但是母亲毕竟是母亲 她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协议去执行 这样可能会对化解母亲和弟媳妇之间的矛盾 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既然写的有那个协议 是吧 你就遗体一个月 咱就大儿子家住一个月 二儿子家住一个月 那我回家那一生 你不能不要 你啥时候都能回家 那肯定不能 还按照那个协议走 然后就是到25号 赶那一生就那一 咱不能不要那一生 对对对 还有一点就啥吧 刚才你哥也说了 吃饭可能给年轻人吃不到 听婆婆不再坚持己见 小云也承诺以后 婆婆轮到自己家时 会和婆婆和平相处 尽量不再和婆婆发生矛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